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里岛举行的双边峰会 拜登在峰会当中向习近平就人权、台湾、经贸、乌克兰战争和北韩问题表达了美方的关注 据白宫在峰会结束之后发布的书面声明 拜登与习近平在星期一举行的这场峰会当中 就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各自的优先要务和意图进行了坦率的对话 声明说拜登总统解释说美国将继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积极的竞争 包括在国内向美国的优势领域进行投资 连在世界上联合盟友与伙伴共同努力 白宫的声明说他重申这个竞争不应该是演变成为冲突 并且强调美中必须负责任感管理竞争以及维持通讯渠道的畅通 声明还指出两位元首还讨论了制定推进这些目标所需要原则的重要性 并且指示各自的团队继续就此是作进一步的讨论 拜登总统在峰会当中是强调美中必须合作应对跨国挑战 例如气候变化、全球宏观、经济稳定 其中包括债务减免、卫生安全和全球粮食安全 因为这个也是国际社会的期望所在 拜登和习近平同意授权主要的高级官员持续沟通 深化这些以及其他问题上的建设性的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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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